高頂公司的經營裡面來講 那價值創造 成果分享 永續發展 那當然要朝這個目標去實現的話 那價值創造 理所當然就是 以我們的產品項來講 那要想方設法 持續不斷地去優化它 那優化當然就是要符合 滿足市場客戶的需求 那整個大環境來講 對這個材料的需求 當然就是 你的價值在哪裡 如何讓客戶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我們就會投入資源 努力不斷地去 創造這個 新的材料的應用 所以在從配方的設計 一直到我們自己的生產製程裡面 一直到材料的檢測驗證 然後幫客戶 提供這個好的綠彩的產品 讓客戶提升它的產品的價值 共同創造雙贏的一個局面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企業來講 那當然你要高資化 要差異化 來區隔這個市場的競爭力 這個是一個企業基本上 運作的一個必要 擺在對的位置也比較好處理 那人就是不好處理 那你怎麼留 那理由當然就是要提供好的環境嘛 比如說你提供一個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 那組織的氛圍如果你能夠朝向 以利他或者共好這樣的一個理念 來吸引流住人才 當然這個就是你選的人 所謂對與不對 那有很多人才 但是每一個人的想法理念不一定一樣 他的工作價值工作態度 也不一定是你企業 所想要引入的 所以要選對的人 那公司自然也必須要去建立一些評選機制 比如說 如何找到他的工作理念跟價值觀 是你企業跟你符合的 像我們的經營理念 價值創造 那價值創造就是要讓 每一個加入的人能夠願意投入 願意去面對各種不同的元素的挑戰 願意面對很多問題要去克服 幫公司解決這些問題 那願意的人當然就要付出 如果想要付出的人 你可以找得到 那就有機會變成你企業的好的人才 結束了 coz它是堅持的 旅行 請稍微 成長的 信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